台东元宵节巴士乘客近视巴家江画面很cute 台东市区举办各项元宵节庆祝活动 众神明纷纷出来绕镜 有趣的是早上出现一段可爱的画面 一辆小巴士穿梭在大街小巷 路经民众却盯着车窗里看 原来巴士里坐着的不是一般旅客 而是面容威严 专责捉携区鬼的将军巴家江 记者游葱光 摄影 今天是一年一度元宵节 台东市区举办各项元宵节庆祝活动 众神明纷纷出来绕镜 有趣的是早上出现一段可爱的画面 一辆小巴士穿梭在大街小巷 路经民众却盯着车窗里看 原来巴士里不是坐着一般旅客 而是面容威严 专责捉携区鬼的将军巴家江 民众打趣说 还好是大白天 晚上会让人不寒而栗 也有民众表示 巴家江搭巴士 画面很可爱 巴家江搭小巴 民众表示画面很可爱 记者游葱光 摄影 台东元宵节 巴士乘客竟是巴家江画面很cute 台东市区举办各项元宵节庆祝活动 众神明纷纷出来绕镜 有趣的是早上出现一段可爱的画面 一辆小巴士穿梭在大街小巷 路经民众却盯着车窗里看 原来巴士里坐着的不是一般旅客 而是面容威严 专责捉携区鬼的将军巴家江 记者游葱光 摄影 今天是一年一度元宵节 台东市区举办各项元宵节庆祝活动 众神明纷纷出来绕境 有趣的是早上出现一段可爱的画面 一辆小巴士穿梭在大街小巷 路经民众却盯着车窗里看 原来巴士里不是坐着一般旅客 而是面容威严 专责捉携区鬼的将军巴家江 民众打趣说 还好是大白天 晚上会让人不寒而栗 也有民众表示 巴家江搭巴士 画面很可爱 巴家江搭小巴 民众表示画面很可爱 记者游葱光